大家好 歡迎收看591地產小學堂 我是戴柔 她是玉璇 戴柔你有看最近的新聞嗎 全台房市造價漲 原物料漲 土地漲 甚至連工資都在漲 還有傳出預售建商 寧可退戶賠錢也寧可不賣 有啊 最近就有朋友跟我說 他光是去看同一個預售案 去年到今年的價差就超過150萬元 現場的銷售人員就跟他說 因為營建成本漲太兇了 所以他們不得不調價 最近的確萬物都在漲 但是營建成本真的有漲得這麼誇張嗎 大家都說 建商的嘴騙人的鬼啦 到底是成本壓力墊高房價還是炒房 今天我們有專家可以問 那我們歡迎房市專家大台中不動產工會 王志亮理事長 歡迎 我是志亮大家好 房價的組成是由土地成本 營造成本 稅金 還有建商的利潤去估算出來的 今天呢我們就要特別請教理事長啊 我們一直在說 營建成本張橫胸到底包含了哪些項目呢 因為我們一個房子的成本 我們有幾個大項目 第一個是土地成本 再來是一個原物料成本 第三個是工資的成本 再來第四個有稅金的一些成本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東西 所有的東西 整合在一起之後 才是我們真正的營建成本 理事長 因為建商一直在說 土地原物料啊 工資都在漲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營建成本到底是在漲哪些啊 那像我們一個地下室的開發工程 我們的挖土方 我們的機具的成本 也都漲了30%以上 連續幣啊 我們鋼桂莊啊 它是漲一倍 漲一倍之外 沒有工 那我要做連續幣 我可能要等半年 一年 才會輪到我的工具施工 理事長 請問一下 原物料都在漲 那大概是哪些材料在飆漲呢 我們從幾個大項來看 就是以鋼筋來講 因為我們房子一定有鋼筋嘛 它的結構才會穩固嘛 所以我們鋼筋的漲幅 我們主機處的統計 疫情前到現在 占56% 那水泥呢 水泥原來一粒方米是1700塊 現在是2500塊 這個是全程的價格 是差不多都統一了 那鋰的漲幅是一倍 國際原物料的漲幅也是一倍 所以我們的銅線 加工之後銅線 有整幅都有30%到40%的漲幅 包括我們鋁合金 就是我們鋁門窗 這個台灣並沒有生產的東西 我們也是很困擾 以整個建築成本 綜合來看 有20幾%到50%的漲幅 那像剛剛聽到 李市長就說了 像金屬類的那個原物料 都漲得很兇 那這是什麼原因 在國際上他們 因疫情的關係 他們在 費剛要進台灣 收集上就困難 再加上運費 以前可能是2000塊美金 現在18000塊美金 而且沒有貨櫃 平常我們看到塑膠也漲很多 電線電腦也漲23% 這是為什麼 因為國際銅價漲 我們進到台灣之後 台灣就只有幾個大廠在生產銅線 你生產銅線之後 你還要有塑膠的包覆 它的絕緣體 所以它的整個成本都是漲的 這時候都要講 什麼都在漲 就是只有薪水沒有漲 但主技術統計的 勞務類漲幅表 不是這樣說的 所有的工種薪資都有上漲 包括像鋼筋 板膜 鋼構組裝 全部都有10%以上的成長 廢土處理居然也有16%以上 李市長這樣看圖表 哇 營建業這樣發展 很有前途 去年的我們的人出生率只有15萬多 我們的缺工是非常的嚴重 包括平均年齡太高 它的效率下降 下降 結果它的美建品的成本又上漲 所以它的漲物是非常可觀 建築業需要要有職人精神 這個雖然是辛苦的 它的薪水平均上 領到的都超過10萬塊 所以我們鼓勵年輕人 要有工匠精神來做建築 營建這個行業 那聽起來其實缺工短時間 其實是不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那如果說我是消費者 我買預售屋 李市長我是不是應該會擔心說 我的交屋時間是不是會延期 還是說我的施工品質會下降 施工品質大家是都會維持 因為做不好一定會被消費者客訴 但是施工的期限 現在有很多的中小型建築公司 它會把交屋的期限往後延個 兩年甚至到三年 因為我沒辦法去克服缺工的問題 如果先滿足科技業 還有台商回流這些 蓋大型工廠的工人的一個需求 不然大家不斷地加價去搶工 惡性搶工的時候 是造成整個環境更亂 對消費者也沒有保障 那從這麼多的數據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營建業的土地、原物料、工人都很貴 但是最後房價還是由我們消費者來買單 那就要請教李市長 那我們想要買房的人怎麼辦 所以我們希望消費者在看的時候 就是要找有口碑的建設公司 還有就是有理念的建設公司 你所買的房子相對的會比較有保障 因為實際上現在包括政府的平台 都可以看到我們實價登入的一些 土地價格、建案價格 都非常的公明、公開 所以大家可以多看看、多比較 比如大家可以拿出我們五九英實價登入 可以直接在地圖上面卡詢區域的行情 就可以知道這附近有什麼建案 然後價錢是多少錢 喜歡的建案也可以點選我們的 銷售成交登入表 都可以當作我們的參考依據 實際上貨比三家不吃虧 多看、多聽、多比較 沒有最完美的建案 只有最適合你的建案 最適應你的環境 今天謝謝李市長 讓我們了解營建成本高漲的幅度有多誇張 讓我們消費者在面臨營建成本高漲 我們要特別留意的有三點 那如果有想要和我們討論的房地產時事 也歡迎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最後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